台东县政府的美丽湾BOT开发案 上个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二度判决撤销台东县政府环境影响评估的结论 但是呢上诉的最后期限刚好是在下个星期的投票日 环保团体就呼吁台东县政府不要上诉 并且以公民提问的方式 要求台东县两位县长候选人回应 美丽湾该如何善后 不过跟当地的居民发生烟雨冲突 环保团体21号在台东县山园美丽湾度假村 呼吁台东县政府被高等行政法院二度撤销的环评结论不要再上诉 不过当地居民到现场质疑 谁才能代表在地人的心声 每一个都不是我们三言人 他都代表我们三言讲话你们什么意思啊 不过环保团体还是生起狼烟 以行动表达美丽湾度假村要拆除的立场 并以公民提问的方式要求参选台东县长的两位候选人回应 美丽湾要如何善后 人就说怎么样在不破坏海岸的全体底下 而可以如何好好的拆美丽湾 而把这块净土再还给台东人民 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籍候选人刘兆豪说 如果当选会找各界来好好谈 而现任县长的国民党籍候选人黄建廷 透过县府秘书长回应 在选前不会有上述与否的结论 各种可能性 各种利弊 或者对台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部分我们都列入评估分析 如果让他不营业 但是差异对环境影响更大的话 是不是我们另外要想一个方法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依法来行事这是绝对的标准 台东县美丽湾BOT开发案第七次环评结论 上个月被高等行政法院判决无效 下个星期选举日刚好是上诉最后期限 环团表示会在下周公布两位候选人的回应结果 让公民检视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下周公布两位候选人的回应结果